九鼎在夏商周三代是至高无上的象征,是传国之宝,但是自东周战国以后,世代相传近两千年的九鼎逐渐淹没,最后不知所踪,实在蹊跷,如此国之众宝到底去了何处? 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 大于九鼎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传世文物,自古以来备受人们的关注,它不仅代表了大于治理洪水的英勇世纪,还蕴含了古代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丰富信息,大于九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夏朝时期。 在当时正值青铜器制作技术的繁荣时期,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青铜器的制作技术也得到了巨大发展。 大于九鼎的铸造正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然而,由于历史的变迁和动荡,大于九鼎的流传史上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谜团。 《华夏至宝九鼎失踪之谜》,据《春秋左传》记载,夏朝初年,大于化天下为九州,每州社州墓一直进行管理,到了夏后起时,令九州墓进贡青铜铸造九鼎。 在铸造之前,先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行圣之地,奇异之物,化成图册。 然后选出巧功能匠,将这些画访刻于九鼎之身上,以一鼎象征一周,索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圣之状,铸成的九鼎称为继鼎,青鼎,徐鼎,阳鼎,精鼎,玉鼎,两鼎,雍鼎。 九鼎筑成后,被陈列于宫门之外,九鼎象征着华夏九州,气势庄严的九鼎预示着江山大统。 此后,九鼎就成了王权的象征,拥有九鼎者便拥有九州天下,非天子不得拥有九鼎,九鼎就代表了天下,也因此诞生了许多关于鼎和王权的成语,如定鼎天下,问鼎中原,忠明鼎时。 四海鼎沸等 夏朝末期,夏节荒淫无道,被商汤驱逐,天下进入商王朝的时代,九鼎也开始了第一次传承,商汤将九鼎迁移到商的都城,到了盘庚时期,商千都语音,九鼎也被迁移至此。 周五王灭伤后,曾公开展示过九鼎,到了周成王即位后,周公但营造洛邑,遵照当初周五王之愿,将九鼎安置在洛邑的太庙之中,并请周成王亲自主持祭礼。 进入东周以后,随着周朝王室的衰落,各地诸侯已不在朝周,并且野心勃勃开始寄于王权,最先表露野心的是楚国。 据《史记》《楚诗家》记载,八年,伐禄魂戎,岁直落,官兵于周焦,周定王,始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于,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周定王使,楚庄王首次问鼎之轻重,被周大夫王孙满驳回,后来楚陵王也曾一度动心问鼎, 但因楚国内发生叛乱,魏国,问鼎中原的成语也因此而来。 秦桧王时,秦国向帮张仪制定策略,希望能夺得九鼎,以号令诸侯,于是出兵攻打九鼎所在的洛阳,周天子找来谋臣严虑商议。 严虑颇有谋略,先是鼓动齐国,帮助周驱逐秦,答应把九鼎给齐国, 齐国出兵后,秦国九鼎不成,撤兵西规,事后齐国前来索要九鼎,因齐国和周不接壤,要运回九鼎,必须借到当时的魏国或者楚国。 谋士严虑告诉齐王魏国和楚国也寄予九鼎,如果借到此两国,九鼎肯定到不了齐国,最终齐王放弃九鼎。 末代周天子周南王,就这样周旋于齐楚两国以及魏国,韩国之间使其相互制约,保九鼎不失。 随着秦国实力的强大,对于九鼎始终没有放弃,秦武王四年,公元前三百零七年。 秦国攻占韩国重镇遗阳,秦武王大喜,隐刃比,孟奔一般勇士到遗阳巡视, 然后借机直入洛阳,以窥周氏,周南王前使交迎,秦武王直接入周太庙明堂中,欲窥九鼎, 秦武王围着九鼎观览一番,赞叹不已,走到雍鼎前时探道,此雍周之鼎,乃秦鼎也。 寡人当邪归咸阳,守鼎的官吏说,此周,武王定鼎于此,未曾移动,眉鼎有千君之众,无人能举。 不服输的秦武王偏偏不信邪,于是用尽平生之力,将雍鼎抬离地面半尺,正要迈步之时,不觉立尽失手。 顶坠于地,正好压在秦武王右族上,将禁鼓压断,当夜秦武王便命丧洛阳。 末代周天子周南王,在惊恐悲愤中离世后,周的民众纷纷冬逃,秦国不费一兵一卒,轻易地收取九鼎和其他珍宝,并且为立新的国君西周国的灭亡。 同时宣告着历史八百余年的周王朝走向终结,随后秦庄襄王灭掉东周国。 东、西两周就全都归属于秦国,周王朝的祭祀从此断绝,然而秦始皇灭六国。 统一天下时,九鼎已下落不明。 九鼎已经是不见了,历代帝王也知道难求。 于是,有两个皇帝重新铸造九鼎,女皇武则天在六百九十七年将做好的九个鼎放在了洛阳明堂当中,宋徽宗也曾铸九鼎,宋徽宗以同二十二万斤铸造九鼎,以黄金来装饰,放在汴京九城宫中陈列。 还有一种传说,是周显王的时候,九鼎被蓬城的汐水给淹没了,秦始皇曾下令将它捞起,但却一无所获。 还有人说,周皇室经济拮据,变毁了九鼎,铸造了一枚铜币,并宣称九鼎已经下落不明,以免被其他国家追讨,但历史上却没有关于这件事被毁掉的记录。 九鼎消失,历代的帝君都是心知肚明,所以才会有两位皇帝将九鼎重铸,六百九十七年。 武则天将九尊鼎炉,置于洛阳的大殿之中,宋徽宗也炼制了九鼎,宋徽宗用二十二万公斤的铜制九鼎,用金子装饰,摆放在汴京九宫之中。 九鼎找不到了,可能有人认为九鼎是不存在的,只是一个传说而已,依据是中国目前只发现有商朝的青铜器,下朝青铜器没有出土过,下朝是否存在过,还不得而知。 大禹如何能够制作出刻有九州山河的九鼎,这不是骗人吗? 九鼎背后的世界秘密 凭什么断言说大禹是古代世界的统治者? 这是因为大禹治水的传说不仅流传在中国,在世界主要文明地区都有记载,圣经,创世纪神话之中说因为人类作恶,所以上帝决心毁灭世界。 但诺亚是被上帝选中的善良之人,所以将世界上物种都保留一对,放入方舟之中。 大洪水毁灭世界之后只有诺亚这座方舟的人得以存活,美索布达米亚平原之上也有水神恩基传说阿拉哈西在洪水时代拯救人类的传说。 美洲地区的玛雅印第安人之中有一部神圣典集里面说天神创造了木头人。 但这些木头人忘记了造物主的存在,所以天神释放洪水毁灭世界,中国神话之中更是有大雨治水的传说。 全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中的所谓洪水灭世很有可能就发生在中国上古时代,而大雨王则是整个世界的统治者,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称号,大雨铸造九鼎之后收藏在宗庙之中。 外人没有机会看一眼,从此之后九鼎成为政权的唯一象征,也成为天下英雄豪杰争夺的对象,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九鼎再怎么珍贵也只不过是九支巨大的青铜铸造而成。 即便是九尊黄金价值也是相当有限的,但天下英雄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争夺九鼎就是一个相当深奥的秘密了。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帝王的象征,就和后面秦始皇铸造的传国玉玺一样,中国古人最喜欢讲究的就是一个名正言顺,所以争夺九鼎就是争夺九鼎身上带来的那个证明。 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我认为不是争夺名分,其实他们争夺的并不是九尊青铜打造而成的九鼎,而是九鼎上面的世界地图和物产分布,这些比青铜和黄金的价值更高。 九鼎上面有大雨时代九屋绘制的地图,交通路线,矿产分布,沙漠和水资源分布,九鼎上面捐刻的东西,简直就是中国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那个时代之中只有掌握了九鼎,才掌握了问鼎天下的基础。 没有九鼎的话你拿什么去争夺天下呢?就算是你一步一个脚印去征服开拓,那有九鼎指引和没有九鼎指引的代价都是天差地别的。 不过,既然历史上有它的种种传说,流传了两千多年,相信九鼎一定是存在的,中国古代流传下了许多西式之宝。 但是就它的历史价值而言,没有一件能比得上九鼎,九鼎也许在地下埋藏着还没有发现,既希望于考古学家了,能有那么一天把九鼎挖掘出来,让世人能一睹九鼎的样子。 中国的古代留下了很多珍贵的东西,但论起历史的意义,却没有一个能和九鼎相比的,或许九鼎还被埋在土里,现在只能指望考古工作者了,如果能找到九鼎,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九鼎的真面目。